这都是因为我们在场的警察弟兄姐妹同人 全力预赴不怕困难的结果 我是不是可以一鞠躬跟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们谢谢 在台上深深一鞠躬 警察节庆祝大会上 市长谢国良代表市民感谢警察同人辛劳 从我上升以后到警察局跟各位主管 同人请一开会 我都说我们要跟社会的不法分子 黑道方派全部要划清界限 我们要用过去同类有的透明度跟高度 来治理这个城市 对于所有对于这个城市 有影响有伤害的治安事件 我们全部不会关在权力预赴 但我一个人说没有用 是要靠我们所有的警察弟兄一起来努力 获奖的模范警察 既有远警 议交和名利 分别上台接受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 及副议长杨秀玉颁奖 庆祝大会邀请了市政府 议会及各级来宾 总计有百人观礼 谢国良表示对于争取警察同仁 本凤级调生案不遗余力 一路走来都希望替警察同仁 争取最大福利 我们对于警察同仁 一直都是抱着非常感恩跟感谢 感谢他在第一线 维护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17年前就在今天 我们跟陈水扁前总统一起 也把我们警察同仁管理条例 来公布实施让基层警员 享受到比较好的抵缝 那17年来我们一直都是秉持 这样的精神尤其这一次 现在基隆已经没有了 所谓的无家者流浪汉 对于特定的治安事件 我们也是管控到底 然后在行人友善 也都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所以警察同仁非常辛苦 非常累但因此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在第一线坚定的执返 那我们基隆市现在可以说是 在路口更安全 社会治安也更稳定 而议长佟智伟在支持时强调 前议长张芳丽曾经建议 鼓励警察同仁多运动 建议在各派出所都能设置健身房 而这样的建议 也获得府会首长的认同 我想前几年呢 在我们第19届议会的时候 张前议长张芳丽前议长 特别在争取金相关的经费 在我们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的顶楼 设置了一个健身房 那我想获得这个中二所的所有同仁大获好评 那我想我们现在刚好市政府 在推动社区邻里的运动 那我想我们张晴议长在这次的议会 大会也特别在提出 那我们全体市议员都非常支持 提升警察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也诚挚的来争取 跟市政府争取 跟协市长争取 那我们的警察同仁提升环境 重点是我们的工作勤务繁重之余 还可以达到调剂升息的功能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这一项的提案 比如中二拍手 就张前议长现在已经设置好了 那当然其他的拍手 我们也会陆续来设 是那个金会会陆续来设 我相信一会会多支持 那我们也会逐步来建制 此外议会关心金融推动友善行人 各路口都有远景执勤取缔 对此警察局长强调 民众守法观念已经提升 原本的勤务已经有滚动式的调整 希望让远景多休息 我们在市长以及我们全体市民 守法的状况会越好 我们在这个礼拜一六月五号 我们从原来每一天二十班 我们现在是降为十班 那五月十二号议警 议交也介入这个 行人友善的指挥交通 所以我们现在的警力 是有一点得到一点这个休息 不过我们会滚动式的 调整一些勤务 警察局前夕 府委首长出席庆祝大会 用深深一鞠躬 来表达对警察同仁至上 最崇高的敬意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